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值得庆贺的日子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这是第十届我们的智慧山官风讲坛如期举办 那么纵观社会发展史 赢家永远属于能够及早预判把握未来的人 智慧山的官风讲坛 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期 力求研讨宏观经济走势和企业发展之路 那么他也在历年来呢 力邀各路学者 借助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力 为中国发展把脉 为我们在场的观众们提供精彩的思想盛宴 从2011年至今呢 我们智慧山呢 邀请到了各路的这样重量级的人物 包括经济女侠夜谭 经济学家樊刚 美国投资家吉姆罗杰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徐晓年教授 财经作家吴晓波 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文教授 互联网教父凯文凯利 东吴相对论主持人吴博帆等 历临智慧山 他们的到来呢 不仅促进了天津的经济文化氛围 也为更多的企业家提供了更多迈向成功的机会 那么在今天的第十届官方讲坛现场呢 我们主办方呢 邀请到的这位重量级的神秘人物 他呢 在中国预测十年房价都非常精准 可以说有很多人信他的话 也都发了财 不过今天呢 我们请来的 这个这位嘉宾呢 他演讲的主题可能跟房价无关 是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公益 何谓企业家精神 如何在中国国情下体现企业家精神 而且呢 企业家的商业精神和社会公益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那在下面的时间 让我们跟随任志强先生 来一起了解 一起聆听 一起欣赏 有请任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休息时候他们问了很多问题 我告诉他们说领导明确指示我不准讲房地产 所以今天你们要提问的时候也别提房地产 我今天主要讲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公益 这个话题在中国曾经引起过很多的争论 最近中央特别强调了要承认企业家精神 要确认企业家地位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到现在为止 企业家都被称为是末流 市农工商要排在农工之后 所以这个企业家从历史上来看就是没有社会地位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没有企业家地位 所有的工厂企业全被公司合影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才有一些变化 允许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先是存在 然后作为补充最后是两个毫不动摇 但至今我们没有解决国有产权和民营产权的平等地位问题 所以最近我们看社会上引起的争论就是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 实际上意味着就是企业家的产权和企业家的地位问题 最近我们连续看到中央出了几个文件 包括李克强总理的讲话 都强调的是要承认企业家的地位 可是相关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完善 所以我把企业家精神和社会公益问题 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来跟大家一块讨论 历史上中国有句古话 善有善暴 恶有恶暴 为什么从这开始呢 就是对于企业家恶言 这既是检验的标准 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在公益环节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政府环节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常常用的是强势 就是以恶制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我们看到的城管也好 警察也好等等等等 他不会用善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但企业不行 企业如果你用恶的办法去解决 你解决的意识 解决不了长久 最近一段时间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红毛要脚 这个大家可能在网络上都看到过 他试图解决企业的问题时候 也用的是政府的强权 派警察 把他抓起来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 当你一恶去至善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就没人买你的酒了 我觉得这个企业 从此以后就彻底完蛋 虽然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中 它被列为国家计划品牌 但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这不是一个企业家行为 而是一个政府行为的东西 而真正企业家 要用的是什么 要用善去化恶 大家都知道 在市场上有无限个竞争 你可能企业家面临很多的对手 不管对手用什么样的办法 去跟你竞争 但是你必须用善的办法去对恶 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有 发生的有疫苗事件 这个疫苗事件也恰恰说明了 它是以恶的方式 试图获取市场利润的时候 它最后一定得到的是恶报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 有很多B2P的案件 最近发生了 就是凡是企业家 你要真正想做企业 只能是一心行善 企业家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并获得应得的回报 在冯伦的理论里头就是 我们是创造价值的 顺便赚钱 就是赚钱不是企业唯一的目的 否则你就一无所有了 这个算应该是人生价值的一种选择 但是在现在的社会道德中 常常被忽略了 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上报道的 火车上的作罢等等 你为了两个小时的火车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当你一恶去面对社会的时候 一定是你的人生彻底就完蛋了 你们想想在媒体上报道 这个男的女的在车上 火车上当作罢的这些人 成了一师之兄 最后他的人生会怎么样呢 所以面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时候 以善化恶和以恶制恶的办法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生结果 尤其对于企业家来说 你只能善待消费者 所以我们过去说 改革开放的初期 最响亮的口号是 顾客是上帝 你千万不能得罪上帝 如果得罪了上帝 你就成不了企业家 所以企业家只有善待 你的消费者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所以对企业家而言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必要条件 那么我们说善是第一位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 神话中有一个传说 就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其实在上帝的质疑中 他制造了一个亚当 制造了一个夏娃的时候 并没有想让他们俩恋爱 结婚生孩子 所以亚当夏娃是 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因为爱而私自产生了人类 所以这个神话就逐渐变成了 现在的这个爱的基础 虽然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但创造了人类的历史 用这个预言来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企业家同样是爱创造 而企业家同样是常常违背上帝的旨意 去做了一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 原因就在于爱 如果没有善和爱的话 就没有人去创造社会价值和财富了 仅仅有私或为自己一己之私而去努力的人 通常不愿意付出爱 在我们社会的舆论中 常常对爱的讨论的时候 认为我付出爱的时候 一定要有回报 这个是很差的一个观念 还有很多人认为 当你的爱不能负责回报的时候 是你不应该付出的爱 这里头就等于把爱变成了商品 因为只有商品交易的时候 才需要回报 如果后面我们要谈到公益 很重要的就是没有回报 这个回报一定不是对己 而是对社会而言 所以当你付出爱的时候 想到的是回报的时候 就不是爱了 那么对企业家来说 同样 黄泉和政治统治者 都从来是不会创造财富 他们只能分配财富 所有的政治统 不管是哪一局 它都是分配财富的一个机构和权力 为什么人们愿意让政府 或者说一个国家的组织机构 去做这件事情 从历史上来说 曾经发生的过程中 是因为有战争 早期人类是随着自然环境而流浪 能有食物就到那去采食物 所以随着气候的变化说 人类也随着它迁徙 跟动物一样 但农工社会之后 人们开始学会了定居 在一个地方去种粮食 然后生产量 于是人口因为农工社会而聚集 大量地生海道 因为可以不来回跑 那么掠夺 这个已经产生的财富 就变成了战争 因为战争就有了国家 有了团体 先有了部落 然后就为了保护自己 最后形成了 以国家的形式来保护自己 然后人们就得纳税 然后提供国家的保护力量 为了自己的安全 而逐渐形成了国家 那么这个纳税就变成了一个 国家再分配财富的一个过程 但企业家是创造财富以后 共享财富 它是用爱的方式来去形成 这个社会的创造 而公益则是企业家 展现爱的舞台 在所有的社会发展中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有了国家之后呢 并不是不存在 这个社会动荡的因素 比如说贫富差别 那么企业家就要在其中 做很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 那么就用社会公益的方式 去缓解了这些社会矛盾 让社会自主得到了进步和发展过程 同时 这个爱也会消灭战争 目前我们看到在 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只有局部战争 就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啊 这个国家 最初是一个一个小国家 互相被侵略 你打我来 我打我去 中国在深球战国的时候 大概有七十多个国家 深球完了以后 就变成七个国家 再打打打 就变成了秦统一中国 那么秦以后的 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一个国家的数量在减少 但是一个一个国家的体量在加大 于是靠消灭一个对方 变成同一个国家的力量 越来越弱 中国有两次 一次是圆 一次是清 但是实际上 它并没有把这个国家彻底弄没了 而是把它变成 融合成一个新的大的国家 那么这个战争过程中呢 就更多地出现的是 人们不再是以进攻为主 而是以防御为主 小国家说 我可以用武力去消灭另外一个国家 但国家大了以后 慢慢就变成了互相的合作关系 它就体现出 要用爱的方式去消灭战争 巴尔根半岛战争时候 曾经有一个教女 她到底我双方去守护 双方都不要开枪 然后把被困区的儿童 妇女解放出来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战争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 吃一件真事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 人类社会的爱在做决定 而企业家如果没有爱的话 就不可能消灭贫穷 所以爱在整个社会推动 这个进步之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比如说比尔盖茨 比如说巴菲特 如果没有爱 他们为什么把自己的钱 大量用在非自己本国的国土上 去帮助那些穷人 那么这和社会进步呢 实际上是由企业家 这种公益和慈善的行动 来推动的 因此在社会的发展中 它就企业家变成了一个重要的 特殊地位的群体 社会发展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其中一个是工业革命 没有工业革命之前 实际上社会的发展速度 是非常非常慢 但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地球 首先它改变了人类 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于是就用牛车和马车 来扩大人的驾驭能力 力量加大 但是蒸汽机以后 就超越了所有的活的动物 它把人的力量扩大到无限倍 那电呢 出现以后 又把人的速度 时间距离都改变了 随着它的出现 就出现了科学管理 因为工业革命需要 企业家集体化生产 因此泰勒制 科学管理就变成了企业家 从发明到运营的过程 然后又有了激励制度 激励制度在社会的发展中 获得诺维尔奖 就是因为 它在市场经济的运营管理中 有没有激励制度是一个国家 或者说企业 能否正常运营的一个基础 随后各种创新思维 随着企业家群体出现而出现 当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 这些都会发生最大的变化 而爱自己 爱社会 爱他人 这个改变社会过程中 同时也改变世界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是经历了很多时代 而形成的一个结果 从人类社会发展几万年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初到18世纪之前 所生产出来的几万年时间 只有大概5%左右的GDP 也就是说农耕社会 它只能自我维持 因为粮食的储存等等都做不到 没有冰箱 没有什么东西 肉类什么都是 即时消化 所以它不产生积累的GDP 到18世纪工业革命出现以后 才有巨大的一个GDP的生产量 和它一个发展基础 这个发展基础 才导致了95%以上的GDP 都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 所以这个发展过程啊 是变化巨大的一个过程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17世纪之后 才开始有了私有产权 这个私有产权的变化 决定了这个生命权利和财产权利 你的BVP是不是少了几页啊 我现在只能按照这个BVP去讲 这个私有产权的保护网 和我们的GDP生产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个资本时代的时候 规模化生产出现了 所以企业家群体开始出现了 这个企业家群体的出现 就是把市场化的交易 变成了一种普遍性行为 如果没有市场化交易的话 这个企业家群体是难以生存下去 于是人权 这个社会制度的 都随着市场经济而发生了很多变化 在早期的时候 这个产权制度 是12世纪的时候 大宣章开始 英国的大宣章 经过了600多年的时间 实际上是皇帝多次 或者国王多次反复 一会成人 一会不成人 一会成人 一会不成人 600多年以后 到18世纪以后 才被完全确定下来 这个发展过程 是无数次斗争的结果 这个斗争靠谁呢 不是说我们说靠工人和农民 而是靠企业家群体 因为工人农民没有私有产权 他们也不会因为要保护私有产权 而去跟皇帝和国王去做斗争 所以真正推动社会制度进步和改善 是企业家群体 而其他群体恰恰是出于 我们前面说对私有产权的一些 制度要求和保护而形成的结果 那么随着工业革命 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生产 比如说蒸汽机 在最初形成蒸汽机的时候 这个当时的法律制度是 牛车马车的交通规则 没有蒸汽机的交通规则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路 所有都称为大马路 就是最初产生马路的时候 是为马车和牛车服务的 但是蒸汽机出现以后 马车牛车服务不干了 他们认为剥夺了 他们的生存权利和就业机会 于是英国出了一个制度 叫红旗法 要求所有的汽车 不能开放的速度比马车快 同时在汽车前头 都有一人摇一个红旗 防止被马车牛车惊了 那么真正蒸汽机的作用 是无法发挥的 因此我们看电影可以看到 所有人骑着马 西部战争的时候都是可以追上火车 在火车上抢劫完了以后 再骑着马走了 就是因为这些法律限制了科技进步 而今天高铁出现了 你这个马再骑 骑100匹你也追不上那个高铁 所以企业家由于自己的创建行为 导致法律制度发生了变化 那么任何创新实际上都是对现行的法律和政策进行挑战 从中国的改革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承包制就是对当时的法律制度进行挑战 因此小港村的人要按手劑 说你要被抓起来 我养你的后代 他们知道这是违法的 但是为了创新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 他不得不去违法 因为法律不合理 于是所有的创新都推动社会制度进步 让法律变得相对合理 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过程 而这些变化的过程 重要的在于工业革命 或者说在于企业家领导的工业革命 引发的社会制度变化 那么企业家的职能是什么 发现机会可能是企业家最重要的一套 机会来自于社会需求 当社会有需求的时候 就有了一套企业家 组织起来的规模化生产 但在没有形成这个规模化生产之前 社会的交易 也是由于企业家发现机会 或者说商人发现机会而形成 最早我们的商人是 在南方发现大米 在北方发现白面 然后拿大米和白面进行交换 于是一斤大米换了两斤白面 一斤白面又换了三斤大米 中间产生了差异 这个差异就形成了组织活动的 运输活动和交易活动的各种经费成本 以及利润 那么在乔布斯的这个理论中 苹果之所以能够发展 就是他选拔干部的时候 可能否定了一百个人 选出一个人 他对这些提拔的项目负责人的要求 就是你要能提供一个 社会有需求的特殊产品 当你有这种产品的想法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成为项目的负责人 并把它变成真正的产品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发现机会是创新的前提 而发现机会是企业家的才能 如果有了一个机会 你就要去组织各种生产要素 比如说把南方的大米运到北方去 交换白面 那你要有马队 你要有店铺 你要有中间休息的地方 然后交换的产力 如何去进行收集 这就是生产要素的组织 同时仅仅用大米 当人都换大米和白面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更多的机会和利润 那么就需要你要做创新 也可能把白面变成了方便面 变成了其他产品 这个转移过程从最初的农工时代 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而到了现代社会 我们看到的就是淘宝 微信 微博 手机 电视 网络 它在逐步的升级 这一步一步科技的升级过程 靠谁呢 没有一个是靠政府官员 所有靠的都是 我们说企业家 而制度是什么 制度就是不允许 用非现金货币进行交易 所以我们就得改制度 因为微信出现了 支付宝出现了 它里头是没有现金货币的 我们的央行就不得不出台 各种各样的措施 去推动制度改革 但今后怎么办 所以比特币的出现 以及加密数字和区块链技术 以及其他一些技术 都推动了 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 你现有的制度是不灵了 必须要改变 比如说央行已经提出 要用加密数字货币了 比如说解决所有银行 这个信贷指标问题 信贷额度控制问题 可能都会用 不是现在的现金的计账做法 而是用加密的货币数字 美国也开始用 这个加密的货币数字 所以随便大家在攻击比特币的同时 你不能否认 区块链的无中心技术 它会改变我们现有的法律规则 如果一个政府跟不上 企业家的步伐 你就永远会被企业家 颠覆了 我们出租车的这个法律 就是落后于滴滴 当滴滴出现的时候 所有的出租车法律 就全都失效 因为它管理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管理的行为发生变化 于是政府手忙脚乱 那么某些地区已经开始取消了出租车 但是不是还有新的变化 还会有 那么这些都是谁造成的 都是企业家 所以企业家最初 是用创造利润的方式来进行组织 但后来企业家发现 创造利润不是最重要 创造社会价值是最重要 当企业家的产品或者是服务 能为消费者提供价值的时候 消费者才愿意用高价去购买你的服务或产品 利润也由此而生 所以叫顺便赚钱 但是如果你提供的产品不具备有价值 它就不可能让消费者愿意花高价去购买 苹果它比其他手机都贵 原因是我的服务 我提供的产品是最好的 你愿意为我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去花钱 因为你因为这个技术 可能节约了你大量的时间 因为这个技术给你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因为这个技术 你可能有更多的幸福感 所以企业文化和企业创造价值的概念 在企业家的养化过程中上升到了更高的位置 于是这个社会的演变也开始发生变化 因为政府不得不因为企业家的创造精神 去改变自己的现有法律 美国最典型是马斯克 它创造了一些特殊的条件 这些科技技术让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 电动汽车 没有加油站了 所以发生了很多变化 然后它又上 这个卫星发射设施的回收 然后又是隋道式的通行方式 中国已经开始跟他们去做各种合作 很多企业家就看到了 马斯克这些科技进步而产生的变动 所以没有企业家是不可能有这些技术创新的 当中国还试图用钱或者用政府的能力 去解决创新问题的时候 是做不到 而一定要依赖和完全放心地依靠企业家 才有可能做到 因为这些创新的成本 它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所以企业家要有冒险精神 你要有超越的能力 你还要敢于违法 触及现有法律底线的一种条件 我们所说的这种违法 不是说你要去杀人 你要去偷钱 而是要改变那些不合理的现有法律 因为它限制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而这些都是在做 比如说我们看报道上说 这个连云红驾驶无人驾驶汽车 跑到北京四环上就违法了 他为什么敢呢 就是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承担实验品 如果不是企业家精神的话 他一定说找一个替代品 你去试试吧 说了事儿之后我别死 恰恰是因为企业家精神 所以他宁愿去违法 而不愿意让下属人员去承担这个法律责任 我无论他最后成功不成功 但起码这个案件说明的是 企业家在承担社会责任 我来顶着 这个冒险精神非常重要 那么从 这个发言机会洞察力来看 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 没有一个特殊挑战的方式 你很难做到 最近读了一本书叫《优秀的绵羊》 他提到的是只会服从的人 永远不会成为企业家 就是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的人 成不了企业家 企业家通常是你让我干什么 我不干什么 我要干那些对社会能创造价值的事情 而你说的恰恰是不会为社会创造价值 因为你说的是大家都干的事 没意义 所以企业家从来都是挑战传统思维 只有突破了各种思想的障碍和拒绝 才有可能有创新 那么所有的权力平等都来自于企业家 前面我们说 英国大宣章就是为了获得权力平等的关系 为什么企业家最强调权力平等 而不是自上而下 原因就在于只有平等的时候 才能有合理的交易 因为你卖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会买东西 如果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权力平等了 低级平等了 交易才是正常的 否则当你卖东西如果采取恶霸精神 别人卖给你东西的时候 你的原料从哪来的 你的加工从哪来的 他也会采取一个不平等的因素 所以对自我的保护 重要的在于 你首先尊重对方 变成平等 而不是你高于他人 要别人必须负责 那么市场经济中 财产权力到人权 到社会权力的平等 它是一个市场基础 如果没有平等 这个市场基础就不存在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毫不动摇 为什么不是一个毫不动摇 如果产权平等 就绝不会有两个毫不动摇 对国企 国进民退和民退国进 这个争论 从改革支出就开始 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 18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际改革问题 到19届三中全会还在提国际改革问题 也就是五年什么都没干 前两天 刘鹤又在主持开这个会 我个人认为 只要不是社会平等 怎么改都没用 因为国家的垄断地位保证了它的优秀权力 说哪些企业我是不开放 民营企业不能进入电讯 不能进入这个行业 那个行业 它就国有企业就意志独大 所以权力不平等的时候 企业家精神是不会存在 只有民营企业会有企业家精神 而国有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精神 这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差别 在今天我们仍然争论 没有结果 以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 两届都没结果 我估计这一届还是没结果 那么下一届能不能有结果 我觉得平等了才能有结果 否则它不是一个平等精神条件 这是存在的问题 因此 企业家有自己的社会责任 这个社会责任 不是说别人给你赋予 而是你天生就有 因为你要创造财富和价值 既然你对社会 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 你要改变这个社会 你就要承担社会责任 最初企业的成立 是通过组织起来提高生产效率 因为个人和集体的工作的生产效率 是不一样的 成为流水线以后 这个生产效率大法挺高 但市场竞争 特别是同类产品竞争 产生了价格竞争 让企业仅仅靠效率是无法破例的 尤其是税收在不断增加的同时 仅靠效率是赶不上税收增长 所以企业家发现 最重要的是创造价值问题 而不是提高效率问题 如果我们的产品能产生交易 企业家干嘛 你说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最重要是产生交易 当交易产生的时候 就有了流量 你才有可能产生利用 因此我们看到 社会在评比前500强的时候 用的是交易额 谁的交易额大 谁就上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像京东很多企业上市的时候 估值很高 可是它没有利润 但是它有交易额 它有流量 只要你有交易额有流量 你就有可能产生利润 因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的交易额就会转换为利润 剩余价值 没有交易额是不行的 所以流量就成为了网红 很多人都说 网上谁的交易量最大 谁的知名度最高 谁就网红 谁的获得能力就最强 所以企业家如果要把你的产品 具有一定价值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提高你的交易行为 这就是被社会所接受了 这个交易行为是经济繁荣的基础 所以流量就变成 改变了历史的很多价值观 传统的古话中都说 物以稀为贵 什么东西越少 什么东西越贵 市场交易中也是 什么东西越少 供求关系恶化 它就价值就贵 但现在发生了改变 叫做物以稀为贵 大家都知道东西就最贵 那个网红也好 明星也好等等 之所以它们贵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所以它就变贵 这是现代技术和社会发展以后 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同样 要维护企业家的形象 企业的形象 企业家就会避免一切的负面影响 要保护企业的正面形象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网上传的是刘强东的事 我不管它是真的假的 对和错 我只想说明 它影响到的是 企业的社会形象问题 因此企业要用善学化恶 而不是用恶制恶 就是在于 你要维护正面形象 当一个企业的正面形象 越好的时候 你这个企业才有可能 在市场上站得住 别人才愿意去购买你的产品 购买你的储物 否则你就会被社会所淘汰了 前面我们说的 虎猫药菌三路 它都说明 这个企业再怎么 它也生成不下车 因为负面影响 已经造成了一个结果 人们不会采购它的产品 那么同时 企业家 你承担了这么多社会责任 你面对的这些社会 你要起到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为什么 因为你要改变社会生存的现象 如果社会环境不利于你生存 怎么办呢 你要去改变它 所以推动社会制度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 为了让企业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企业家 要比其他人更多地承担了社会责任 否则这个社会环境让你无法生存下去 比如说一个企业在 一个地区成为了老大 在我们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 它可能生存的环境还不错 但是它可能产生了污染 而政府呢 为了要求它的就业和它的税收呢 就不去管 但是企业家如果不用这种行为去约束自己的话 那社会群众就会提出反弱 因为你放出的味道 污染的水 导致的结果是周围的百姓受害 所以企业家 很多在公益事业上冲在第一位 就是因为他们要改善社会存在的环境问题 当有一个疗行的社会环境的时候 才能维护市场的公平 它才有一个合理的竞争条件 因此从国际上看 所有的大量的公益 都是由企业家出面去做的 而不是说政府主导你去做 因此企业家在这里头 起到了巨大作 企业家通常要建立 事业和企业发展的文化 企业家并不承担 对人民教导的责任和义务 但企业家 它的特殊性是用自己的行为 在引导民众的这些社会行为 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有些企业在社会中的反应不够好 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些 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 大多数是那些快递 什么美团 什么饿了 如果它的员工都不能遵守交通规则的话 就有大量的死亡率 去年公布的死亡率中 因为闯红灯死亡率最高的 就是这些快递员 那么一个企业是为了要 我运送货物的时间 做第一标准 还是你首先遵守国家的规定和法律 作为第一标准 这里提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如果我的员工 作为企业员工都不能遵守交通规则 你想在你的企业运营范围之内 它能很好的遵守交通规则吗 也不行 它甚至于不遵守公司的规则 那么就是管理问题 如果在美国你随意闯红灯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在欧洲也同样 可能你要到银行贷款的时候 银行给你加息 你要申请工作的时候 条件会发生变化 因为你不遵守公共规则 但中国没有这一套系统 所以暂时它还能混得下去 下一步的人脸识别会导致 它和我们每个人的信誉体系联系在一起 那社会制度就会发生变化 学家不是媒体 也不是宣传机构 但企业家用自己的行动和形象 影响着社会 所以企业家的行为 用公益的体现 更多地展示的是企业家的心心 和企业家的社会的人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 马斯洛有个特殊的说法 就需求几个层次 最初我们是为了温饱 要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 然后是要求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 最后才是说 对现实社会的理想问题 它在每一个层次增长的过程中 大多数非企业家分子 可能还停留在下算的层次 但是企业家可能最早 进入到了前两个层次 就是他的人生追求 已经发生变化 很多人现在 特别是年轻人 特别喜欢说 我的简历要优美的 他希望我的简历 在追求职务的时候 提升的时候 写得非常漂亮 我上过什么大学 我得过什么荣誉 如何如何如何 但企业家更多的 已经转换为 希望我们在死了以后的墓碑上 克上我们曾经对这个社会 做过什么功识 而不是在我们生存的时候 获得多少荣誉 这两者之间发生的变化是巨大 就是追求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 要想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你追求的一定不是现实 给了我多少荣誉 而是说 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什么 有些人可能一辈子 得了很多荣誉 但什么也没多少 但有些人 只做了一件事情 但为这个世界 留下了很多很多深刻的印象 流传很久 这就是这个 企业家和一般人之间的差别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是 财富迅速向少数人寄出 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矛盾 因此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贫富差别 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各同的主义 这个主义 那个主义 这个主义干嘛呢 就是要解决贫富差别问题 于是爆发了战争和革命 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已经有无数次这种的演变 但是不是这种演变 没有用其 没有办法去 非革命的办法 非战争的办法解决呢 不是 在公元前 我们很多年轻人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有个革命的口号 叫打土豪分田地 实际上公元前的 罗马是帝国时代 他的护民官就早已经提出 将富人的土地 重新分配给贫困的护民 在土地分配 在农耕时代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是生产资料的重要部分 到后期 很多朝代 新成立的时候 第一个做的事情 就是分田地 日本战后 这个 外卡瑟从整日本的经济的同时 首先做的是 土地重新分配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 也首先进行是土地革命 在共产党提出土地革命之前 三几年的时候 中华民国也曾经提出过土地革命 因此土地革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农耕时代的一个必要条件 现在已经发生变化 但它强调的是 如何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 而罗马帝国并没有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在中国的古代 这个孔子文化中 清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他的所在的鲁国 受到了自然灾害以后 他的弟子很有钱 大概是延回吧 我忘了是谁了 就拿出了一些钱 拿出一些粮食去救济平民 让平民不要在这个地区造反 不要引起社会制度的变化 或者说恶化环境 但孔子的想法是什么 孔子的想法是 老百姓饿了 不应该是你掏钱 应该是政府掏钱 如果政府不掏钱 等于 输了你的名 毁了政府的信誉 就是 是明君之无惠 而见己之美德也 这就是企业家和文人之间的差别 作为企业家来说 他认为 商人认为 我在老百姓贫困的时候 应该拿出自己的钱 粮去做公益 帮助那些兄弟 但孔子认为 这应该是政府的事 不应该是你的事 否则 政府没面子 你有面子 这个事情发生了很长时间 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历史的过程中 更多的革命 是用暴力的方法去掠夺 而杨卉他们之所以要拿钱 我自己拿粮食去救进的 就是你不要抢我的 我给你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革命和战争 如果不建立私有产权的保护 就不可能有市场制度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不劳而获的时候 就没人去创造财富 就不会有企业家 因为你一创造财富的时候 别人就抢你了 你一创造财富 谁创造财富抢谁的 那怎么会有财富的积累和创造呢 中国历代王朝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而且持续到今天 还很严重 所以自由不是因为拥有财富 说财富自由了 错了 而是必须有保护自己 努力创造财富的法律 如果你说创造财富 这种行为得不到保护 那么就不会有人去创造财富 当中国出现了要消灭私营企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 在中国的统计报表上 投资是急剧下行 到了上个月时候 民营企业的投资 民间投资已经接近于零增长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这些舆论过程中 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 当我投资创造财富的时候 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和认可 我还不如不投 它会瞬间就反映到经济运行之中去了 所以这个社会制度 企业家一定要努力地去创造一个 能够获得财产保护或财富保护的权利的时候 他才有可能去创造财富 这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所以从历史上看 解决社会财富 或者就是贫富差别 社会财富分别不均的时候 通常有三种办法 第一个是剥夺富人的财富 我们叫做革命 历来的革命大部分是掠夺别人的财富 但掠夺别人的财富有用吗 比如说我们朱元璋 他是个穷人 但掠夺完别人的财富以后 是我变成富人 你们还是穷人 所以任何一场革命都没有解决问题 他无法解决贫富差别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是平均分配 我们叫做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时候能让所有的穷人 贫富之间的差别都平衡了吗 做不到 因为所有平衡和平均的结果是 变得越来越穷了 越分配越穷 越分配没有激励机制 也没有创造机制 所以财富不会有创造和积累 第三种情况就是 用教会的方法 先助的方法 或有组织社会公益 它代表两种力量 一种是市场经济 用先富起来的人 带动和帮助后富的人 这是邓小平说的 那么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恰恰是已经富起来的人 不愿意帮助穷人 把邓小平这句话否定 比如说 所有的城里的人 基本上算已经富得下来 至少比农民要富 但是很多城市和政府 在拼命地把农民轰出城去 他们拒绝让这些穷人 得到富人的帮助 和已经富起来的群体 在城市中找工作 摆摊都不许 这个行为已经 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了 国务院最近重新发了个文 一定要给这些穷苦的农民 在城市中有义序之地 所以国务院发文 要允许他们摆摊 但是为什么经历了 很长时间的一个摆摊 都被城管给灭了 现在又重新开始呢 就是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 如果先富起来的人群 不帮助后富的人 这个社会就没法进步 我们的各级政府 比如说在住房制度上 医疗制度上 教学制度上 都是按户籍制度来进行保障 而拒绝对非户籍农民进行保障 但是你这个城市的财富创造中 是不是有这些 非户籍农民的工人的功劳呢 他们为你创造了财富 可是你却不保障他们的生存 于是在城市之间 形成了两极分化 大部分企业家 已经非常明确地看到这些情况 但是我们的政府 却没有认识到 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所以政府和社会认识之间 常常存在一个 时间和差距 认识总是不足的 一直到他有了教训的时候 才开始认识 中国的大量慈善产生于唐代 主要唐代是在寺庙 就是我们看到的 那个少林寺的电影 电影里头是 少林寺的寺庙 帮助了他取得政权 所以他对寺庙 加了很多赏赐和宽恕 允许寺庙有了福田 寿田 佛田 善田 等等 在那个时代里头 寺庙成为了一个 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向 我们看到那个 震州啊 震灾啊 等等 但是到唐末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寺庙的力量 已经大于了政府的力量 所以政府就把寺庙的 这些慈善行为 包括福田 善田 这个学堂等等 统统没收 但是政府能做好吗 做不好 如果结果这个 这个唐代就灭亡 转到了宋代时候 也同样 在宋代时候 中外之间有很多很多战争 但是南方呢 这个是非常富裕 因为农工时代 南方容易比北方更富裕 因为他温度决定了 他可以种两季和三季 而北方只能种一季 一季不够吃啊 两季三季的粮食就有富裕啊 所以他有农副业 有商业 于是在宋代的时候 尤其是江浙一代 富起来的商家 他首先建立了这个 这个学堂教育体系 把这个流浪的儿童都搁到学校 对老人和孤儿 也进行了一些安置 最发达的时候 大概江浙一代 就有两万多家 这个由富商 商家们组合的这种慈善机构 于是宋代也发现 当民间的慈善机构 公益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对社会的稳定作用是极大的 但是损害了皇家的权利和民生 就像孔子说的那样 于是宋代也开始了 我要把它没收了 由我官方出钱去做这些事情 做的结果就是连军费都没有了 所以军费就抱怨 我们无法抵抗了 所以最后被灭了 因为钱都花在了私权 其实它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 要解决好这个社会制度 它就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公私合营 让传统文化被破坏 当只有公有制 而没有私有制的时候 就没有了企业家 所以只能随了 学雷锋的时候就有一个东西 就是你是敌人那边的 还是自己人这边的 是革命同志还是阶级敌人 于是它形成的结果 就是不是对社会统一的一种 它就变成了一个 阶级斗争的一个概念 这是非常危险 国际红十字会 至今可能好像都没有承认 中国的红十字会 为什么 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准只有一条 我挽救生命 我不问伤者是从哪边来的 我也不是认为你是敌人还是朋友 和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认生命 只要是生命我就挽救 但中国的红十字会 从来都把技艺斗争放在前头 现在问问你从哪边来的 你要是这边来的呢 和我站在一边呢 我就救你 你和我站在一边的时候我就不救你 但国际红十字会从来不这样认为 认为两边人都有可能当权 就像我们看见现在 已经进行大选的这些国家 一会儿是这边上台 一会儿是那边上台 两边是对打的 那你今天说他是敌人 明天他就上台了 他就变成国家主人了 怎么办呢 所以他只讲生命而不讲阶级逗争 但中国对这个问题 在社会公益问题上 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理解和解决 所以当公有志决定一切的时候 无产阶级永远是贫穷的 因为无产阶级一旦要富起来 它就没有本性了 它就变成自然阶级了 怎么可能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 所以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削弱了个人自由和进取的能力 同时削弱了人的道德 于是在阶级斗争的面前 就永远没有爱 这个社会是不能爱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是敌人还是朋友 你得先分清楚 然后你才感觉 比如说 这个女人你很喜欢 忽然发现她家里是右派 那完蛋了 所以很多人在崇拜 说前三十年中国如何如何好 有了两代一星什么什么 我个人不从这个角度出康 去分析问题 我们换一个角度 在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中国的GDP是日本GDP的2.5倍 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曾经想把辽宁作为新的东京 于是它在辽宁进行大量的工业革命和建设 到苏联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在东北拆了大量的工业基础 但是这个基础在 所以日本人创下这个工业基础 导致在建国初期 辽宁地区的GDP 占中国GDP的70% 一个沈阳的GDP就超过了全日本的GDP 因此中国的GDP是日本GDP的2.5倍 但是我们看看这条曲线 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 我们不能说中国的GDP没有增长 但是日本的GDP增长的速度 可以明显看到 是中国GDP的4倍 从负的2.5倍变成正的4倍 我们可以看看 在对比之中 我们中国有多落后 原因是什么 计划经济 公有值 恰恰是公有值和计划经济 消灭了企业家以后 导致中国的经济是极度的恶化 而不能化断 那么在50年代中期 中后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日本开始 快速上升 以前是基本效能 原因在那儿 中国曾经有过安刚宪法 要求工人阶级和职工 进行科技技术创新 但中国的科技技术创新 通常是给你发一个奖状 然后给你涨一级工资 一级工资多少钱呢 大概2块到4块钱 于是这个专利就被国家拿走了 或者被单位拿走了 日本也开始学习 中国的安刚宪法 但日本学习 中国的安刚宪法 用的是激励机制 就是你个人和我的单位 两个人分别按投入的比例 来分成 单位投入多的时候 我占7 你占3 但个人投入多的时候 你占7 我占3 然后这个专利归你 起码你拥有一部分 于是 56年 57年以后 日本的科技高速发展 利用的是我们的安刚宪法 让工人参与 员工参与科技创新 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导致的结果是 小家电 电饭包 收音机 洗衣机 什么快速发展 他们叫做走进千家万户 用这样一个发展速度以后 导致他的经济迅速变成了 中国的四倍 我们再看看人均GDP 中国的人均GDP 在那个时代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学雷锋 要无偿奉献 要学大姓 学王铁人 学完了结果是什么 我们的人均GDP没有增长 1949年说中国和日本的GDP相等 相比大概4比1 就四个中国人干一个日本人的GDP 但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说 我们可以看看这条曲线 大概是38.9比1 换句话就是40比1 我们的人均GDP 因为共有制和没有纪律机制导致的结果 平均主义嘛 吃大锅饭嘛 导致的结果就是落后了十倍 和1940年相比落后了十倍 这是一个巨大差别 很重要的就是没有企业家精神 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纪律机制 没有其他的一些科学管理等等 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平南勋讲话以后 民营企业开始发展了 民营经济组织也开始出现了 然后知识分子开始有了 抽劳就转标的机会 于是有了一个先富起来群体 我们从最初的就是 所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补充潮件 然后最后变成了并列的毫不动摇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在于什么呢 在于打破了资本家的剥削理论 就私人资本为社会发展提供的解决方案 没有私有经济的话 中国经济是起不来的 同时这个商品出售 过去叫强迫消费 现在叫自由选择 所以价格自定 我们进行了几次的价格改革 最后导致价格闯关 从失败到成功 现在基本上除了几个关键的 比如石油 比如说房地产 还在政府控制的价格范围之内 其他的大部分已经变成市场化的价格节奏 那么这时候 当富起来的人群 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的时候 帮助穷人盈利的过程才开始产生 这是由于社会制度而导致的一个结果 所以企业家群体的出现 是发生巨大变化 同样 我们也看一看我们的经济变化 中国在改革以后 经济迅速增长 到了2010年左右的时候 中国的GDP突破了日本的GDP 就从负的四倍变成政府领域 那么此后 中国经济才持续增长 而日本就出现了一些下群 它有危机以后出现了一些下群 结果是什么呢 到了2015年 2016年的时候 我们终于回到了1949年的水平 中国的GDP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日本GDP的2.5倍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浪费了60年的时间 保持了和日本的不动 还是2.5的水平 如果没有前30年的损失 我们应该远远超过了日本的GDP的 三倍 五倍 十倍 因为我们的人数总量大 我们土地范围大 按道理说 我们应该有能力超越它很多倍 但结果是我们回到了1949年的水平 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但是数据告诉我们 结果就是这么个结果 同样我们看看人均GDP 也是2015年16年时候 我们回到了1949年的水平 4比1 那么也就是现在中国人 仍然是四个中国人的GDP 人均GDP 是相当于一个日本人的人均GDP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超越呢 就是因为没有城市化和没有铁家 如果让农民更多的进城 变成城市化的力量说 中国就解决这些问题 英国曾经在世界上称霸了350年 一直作为世界的老大 就是因为英国是全球城市化率 发展最早的国家和最高的国家 1950年的时候 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10% 1953年13% 但是英国在1950年的时候 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70% 到今天它已经超过了90% 而中国呢 到了1978年才17.1% 到了2020年的时候 中国只有30%多一点的城市化率 但全球欠发达地区的水平 已经超过了40%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户籍城市化率只有42% 低于全球欠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 所以不要老以为厉害了我的国 我们很多很多数据的多比中可以发现 中国还在欠发达地区水平以下 如果没有城市化率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要想实现现现代化 要想实现小康目标 都没有任何可能性 因为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指标是70%的城市化率 你根本就做不到 那么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 我们一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 和私营经济的发展 创造出了中国的企业家群体 也开始有了以企业家为主的社会 我们从经济数据上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企业家群体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因为企业家群体的出现 所以财富就变成了一种责任 企业家成为了创造和拥有财富的主体 也成为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 这是一个理念上的变化 既然这个理念从企业家已经做到了 但是我们的社会还没有重新认识 因为我们的社会更多的是 仇富心理 而仇富心理中并不认可 企业家的社会的人 企业家已经改变了一些看法 叫做利己必先利他 最初的时候 小商人大部分被称为利己主义者 但实际上现在的企业家 创造社会价值和利他在先 重新认识社会的进步以后 科技进步的时候 才能想到 没有利他是不可能有利己 因此在提供社会产品的时候 利他放在了第一位 比如说我们说的苹果 比如说我们最初所有的网站都是免费 没有利他在先 他是不可能被社会所认识 或者说最后转化为你有盈利的机会 比如说马云 他认为我的网站不是为我服务 每一个私人都可以利用网站 变成自身自己创业 但是没有这个网站 你自己创业能形成吗 行不行 所以利他在前才能形成利己 这是企业家已经变成的共识 为什么 因为利己尔形成的利他 这个转换过程是非常难的 但是因此而形成的公 已经变成了社会认可的一部分 所以拥有私人财产的这些企业家 大多都在从事公益活动 恰恰是他要把它转换成一种社会稳定情绪 不解决屏幕差别以后 社会稳定解决不了 还会变成再次革命 用利他改变社会 以利己 我们说公益是不求回报的 但实际上这个回报是在社会效应中产生的 而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人而产生的 这是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在做大量的环境保护工艺 你能在环境保护工艺中求得回报吗 求不了 因为刮风下雨都不是紧对你一个人 而是对所有人都一样 空气污染和排放也是对所有人都一样 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受益 没有 我们在阿拉扇地区进行自杀的时候 首先去阿拉扇地区自杀的是日本人和韩国人 因为一场大风 把它不但刮到了北京 也刮到了韩国 刮到了日本 所以他们的企业家先比我们认识到自杀的重要性 而我们是后来随随其而进行了环境保护 在那个时代时候 我们并没有认识到环境保护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但是发达国家的这些企业家们比我们先认识到 而我们的企业家是随后逐步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而形成了一个结果 这就是 我如果没有利他行为 是不可能有利己 当环境保护对所有的利他而形成了一个结果的时候 我在其中也吸收到了新鲜空气 喝到了洁净的水 于是 在企业家群里出现以后 社会慈善与公益出现 当整个社会的社会慈善和公益出现的时候 这拒绝战争和减少屏幕差别成了一种社会的人 我们看历史的电影发现那些教会等等都是从此开始 而中国是因为经历了一个前30年后30年的不同 消灭了企业家而又产生了企业家的一个变化 而大部分这个 社会的国家发达国家里头都没有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而是自由产权保护以后就维持了市场经济的一个 共同地位 他的法律是成熟的 这个持续下来就形成了另外一种结果 很多人在慈善的理解为 我面对面的给了张三李四的钱 帮助他上学了 帮助他看病了 帮助他不饿肚子 但公益和慈善之间是有一个巨大差别 中国目前只有慈善法 而没有公益相关的法律 还停留在一个很低的 这个低层次水平上的法律 而公益是什么 是介于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 通常我们说的慈善是帮助某个社会特定群体 让他暂时走过困难 然后形成独立的利他行为 但是公益是没有特定群体 甚至于没有国界 就像我们提到的红十字会一样 环保是没有国界的 污染 沙漠里的沙子可以挂到北京 也可以挂到日本 我们对鸟进行保护的 这个鸟今天飞到了中国 明天就飞到中国以外去了 它是在全球进行迁徙 但是在你的地方如果不进行保护 就出了巨大的危险 下一个地方就没有 最近在天津出现的就是大量的树大网 土捉鸟 而我们北京的阿拉善华北中心 就要进行这样的保护 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钱 在做这种保护设施 拒绝 让这些鸟在天津被消失了 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年 仍然有很多漏洞 堵不住 我们只选了几个重点的基研进行保护 但是要普及得靠天津人民 否则中国的环境就没有办法坚持 如果这些鸟都被消失了 环境也就完蛋了 这就是公益和慈善之间有巨大的差别 那么公益实际上实现的是财富的再分配 它是从社会的长远发展 开始转移的一个过程 因此通常我们会说 用第一个受人鱼的办法进行慈善 不如用第二个受人鱼的办法 让所有人都能自立 让他们能够独立去创业 只给他鱼吃 他学不会打鱼 他没有办法自己回来 但我们提出的是 比第二个受人鱼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获得了打鱼的知识以后 有了技能以后 有没有船 有没有往 因此还要推动社会进步去改善 让他们能有往 能有船 然后他们才能利用这项技术 去获得进步 否则这个社会是很难发展 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 因此就慈善而言 我们认为是第一个受人鱼 而公益是第二个受人鱼 慈善是要消灭穷人 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 要消灭产生贫穷的制度 比如 国家在发出一个重要的指令 叫做精准扶贫 大多数农业专家们 都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还有这么多的农民 不能转为城市人口 再怎么做 他们也是穷人 因为我们有27%到29%的劳动力 只生产7%的GDP 让他们永远是农民 他们是富不起来的 全世界改变农耕社会的发展结构 就是要把它们变成城里 如果他们不能进入城市 就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人均GDP 所以中国的人均GDP 仍然在世界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地位 大概排了90位 今年有可能提到七八十位 或者怎么样 更高一点 但是和我们世界第二的总量GDP相比 差距巨大 原因就在于 我们的农业结构的人口 劳动人口比例太多 而城市人口 我们说城市化力低于 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 这是远远不够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就很难做到消灭贫困 所以从制度上消灭贫困以后 穷人就不会有那么多 否则你再拿更多的钱去救贫 再怎么精准负贫 也没有 今天他不是穷人 明天他还会变成穷人 因为他只能吃你给的鱼 他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 所以最高贵的施舍 是让人们摆脱施舍 最有效的救济 是让人们免于救济 如果不能免于救济 只自动于施舍 是无法改变人的现状 只有消灭了产生贫困的制度 才能消灭贫困 所以更多的国家强调的是 如何从制度上 变成 不会产生贫困人口的制度 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城墙二元结构 户籍制度的限制条件 土地制度的分化等等 可能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一个重点 否则的话 中国很难进入现代化水平 因为城增化率水平太低 你可以想想 没有城增化的时候 饶动力能不能提高 在城市里一个擦皮鞋人能活下去 修自行车能活下去 你要把它搁在农村能活下去吗 它的消费能力是跟不上的 人员是不足的 一个医院在农村永远不会有好的案例 因为它的同等的病例水平太低了 一个大城市为什么能出更多的专利 就是因为看病的时候 它有一百个案例或者一千个案例 它迅速能总结出同类案例的病例 用什么药 用什么方法 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能解决问题 于是科技进步就出来 而在农村是不可能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 所以城市的发展效率 是农村发展效率的多少倍 一个十万人口的城市 和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城市 人口增加了一倍 但GDP差四倍 如果增加到了一百万或者二百万的时候 GDP可能就差了十倍二十倍 它不是一个同比增长 所以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 重要的是依赖于企业家 和企业家的社会竞争 因此企业家从最简单的捐款做善事 变成了对公益进行投资的行为 许多公益大家认为是白花钱的 但为什么变成了公益变成投资呢 在大概十年以前吧 哈佛和沃顿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课程 叫社会企业 这个社会企业是什么 是以公益为 这个不是以 这个不是以私人盈利 而是以社会公益为主要目标的一种盈利型企业 但是它的盈利都返回到用于社会公益中去了 就是变成了一种投资行为 这种行为已经越来越多地 把资金和思想共同投入到 扶贫 消灭贫困和帮助穷人之中 它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双重效果 在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有个很简单的例子 当我们的社会中 你看到那公共汽车被别人划了一个口子 然后被弄脏的时候 你会不会主动去洗啊 在座可能没人一个床上去 但是你自己的私家车脏了以后 你是不是花钱也得去洗啊 当你的私车被别人划了一道口子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气愤呢 你是不是要想办法去维护 别人不能划你的车 因为公和私之间差别在这 一个是公车 一个是私车 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妓女睡完觉以后 这个妓女出门被别人揍了 你会去帮助这个妓女吗 虽然你刚刚跟她从床上睡啊 不会 你从来都认为这个妓女是个公共产品 而你的老婆如果被别人打了 你是不是要冲上去啊 因为老婆是私有产品 我不是想贬低女人或怎么样 我是想说明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出现的问题是 你会想办法去维护你的车 不被别人划个口子 那就要改变社会制度 你一定会想不让我的老婆去当妓女 你的老婆一定想 不要让我的老公去嫖娼 那么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就改变社会制度 当社会制度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 避免我们嫌 说的这种现象 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报道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艾滋病爆发 在全世界艾滋病都是减少的 但中国为什么爆发了大量的艾滋病呢 尤其是在学校 恰恰是因为我们无偿地 给钱地引进了这么多 非洲地区什么什么大学生 他们在不断地把艾滋病带到中国来 在解决这些问题上 比尔盖茨曾经在非洲地区 为解决艾滋病 包括在中国 为解决艾滋病的问题 做了大量的研究 他花了相当一部分钱 要制止艾滋病在世界的流传 最初的时候 他是把大量的药品 从发达国家引进 然后到那些落后地区去发放 免费发放 发放完了以后 试图去制止这些艾滋病的传染 但结果失灵了 因为带有艾滋病的病人 不能在所有的工厂去工作 所有的工作岗位 都拒绝这些艾滋病病人 去就业 他们没有劳动生产能力 于是妓女就大量产生 因为女人只能靠嫖娼去挣钱 男人就靠卖血 卖那个艾滋病病毒的血 去挣钱 于是艾滋病病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在扩张和发展 于是他想了个新的办法 我把艾滋病病药的生产 放在艾滋病多发地区 在这建工厂 工厂里的除了管理者以外 其他全都是艾滋病病毒者 你愿意偷东西就偷吧 偷那个艾滋病的药 你就吃吧 反正我的目的就是白给你 这些艾滋病病人 有了就业条件以后 有了营业收入 于是他们就不再用 卖血和嫖娼 当妓女的方式 去传播艾滋病病毒了 在一个地区建了这个厂以后 他还把从别的地区买高价药的成本 节约下来 所以投资建厂以后 解决了当地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 我们用投资公益的办法 去解决当地的困难的时候 是消灭贫困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救济穷人的方式 前者 给药 是 比尔盖茨 叫救助穷人的办法 我摆给你 艾滋病药很贵 你买不起啊 我摆给你 但后头 就变成了投资公益的一种办法 所以真正的企业家 你要能投资公益 把一个不赚钱的事 变成赚钱的事 你是不是做其他做生意的时候 你的本事就大得多了 你做什么都能赚钱 因为你能够把一个 不赚钱的公益事情 也变成赚钱 对企业家而言 它是一个最好的投资 那么 情务差别造成的结果 就是要想建立 私有利益的保护 就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因此我们看看 发达国家里头 凡是对私有产权 保护最强烈的地区 都是公共秩序最好的地区 凡是对私有产权 无法进行保护的国家和地区 都是社会秩序最差的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 随意地侵犯你的人利益 中国就是如此 为什么会有人 去在铁路上去霸坐 他就认为 这个私人利益是不受保护的 我可以随意侵犯 为什么有人去插队 就买东西 我提前浅荡 我就是不排队 他就认为 私人利益是可以侵犯 所以对私人权利的保护问题 是这个社会制度发展的 一个基础问题 影响很大 那么企业家逐渐从慈善 变为了对慈善进行投资的行为 转换成了一种公益 因此对社会就产生了一个双重的效益 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这个社会发展的进步 就在于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解决了 更多产生贫困的原因和制度 或者是现象 然后才能逐渐改善这种情况 所有的公益都体现的是做人的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企业家 在拼命地去做这些社会公益的事情 我们和大约一千多位企业家 共同成立了阿勒山SE生态环境保护基金 这个协会呢 现在大约有一千个最优秀的企业家 大概你们能数得上名的人都在其中 王石最近刚在国际上接受了公益大奖 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 他在阿勒山SE做过会长 几乎所有的优秀企业家 都在我们阿勒山这个公益组织中 那么为什么呢 恰恰是因为他们对环境保护 已经超越了对个人财富的一种重视商务 因为这是价值 而不仅仅是个人财富的价值 这是一个巨大差别 南多是周庆志的私人基金 就类似这样的基金取出一大堆 乐平也是最优秀的企业家 组合的 他们同时是阿勒山的会员 凡事与胡宝孙 有传志 周庆志 吴英 雷军等等等等很多 都在其中 为什么 因为企业家真正认识到 用社会功利的办法 才能维持这个社会的平稳过渡 当中国存在着城市的二元分化 就是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的时候 如果不能去帮助这些农业生产者 或者农村去改变他们生存条件 比如说我们任小米 大家都说我们在种小米 其实不是 我们是为了节水 在沙漠地区节水以后 才能改变自然环境 所以我们的小米 要用自己收购的办法 国家没有收购的条件 自己经营需要的办法 来达到节水的目标 一斤小米可以节约一粒方水 因此过几年 我认为不超过五年 你会发现 中央电视台一定报道 我们的腰霸地区是全球 沙漠地区节水的典范 它大量的节约地下水以后 会形成荒漠化治理的一个世界型的典范 去年全球荒漠化治理在中国开了会 我们就把这个地区作为了一个 列席范围 我们已经做到了 把所有沙漠地区的任何一口井 都用我们那个 自动银行 那个银行机的方式 把它管起来 每一个农民一定要拿一张卡 去刷那个卡 才能从那个井里头去取水 你一个人有多少指标 因为一亩地有多少水量 就给你这么多指标 当你超出这个指标的时候 你的银行卡就不管用了 你要另外花钱去买水指标 才能用这个水 如果你的水指标节约了 你可以把这个水指标交给我 卖钱 变成你的额外收入 所以刺激大家 用这种方法严格管理去节约用水 我们在小米是引用 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去种植 它就比曼灌的技术 要大大节约了水量 而今年我们试验的是 把小麦也用滴灌技术 玉米也用滴灌技术来解决 如果我们能让滴灌技术 解水的方式 解决了所有农户的种植问题 这个地区的解水 最初亩产量大概用800吨 现在已经减少到 这个700 600 500 现在是580左右吧 我们会把它降到300多吨 或者再更低 那么整个沙漠地区的水量 就会地下水域回升 植物生长 荒芒化治理的继续得到环境 所有的企业家 在努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 比如说南方的企业家 在沙漠地区有这么一个情况 也不知道这个沙漠的治理 对它有什么好处 但是企业家 知道它对整个社会环境 和地球的环境问题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如果坏就影响力很大 如果好也影响力很大 所以企业家 他的社会精神 已经演变成 从做生意到社会公益 这是一个重大转换过程 所以我们做慈善 做公益 更重要的是 让所有的穷人 都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手段 我们不是想通过我们 种植人消灭去改变我们自己 而是改变当地的农民 我们会慢慢把我们 对市场的营销和各种 企业家已经做的事情 包括仓储 包括加工 都转移给农村合作社 让农民去拥有这种产力 他拥有这种权力和能力的时候 这个社会制度就发生改变 而企业家就会把精力 投入在另外一些 更贫困 还没有得到改善的地区 去帮助他们得到改变 虽然我们今天做的 还不足以影响整个社会 但是它已经在社会中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各种机构的评比中 我们已经成为中国 最大的企业家NU组织 也成为各项公益基金组织 评比中的前使命 为什么 原因就在于 企业家用自己特殊的 企业家心怀 在帮助这个社会不断进步 也帮助所有的人不断进步 今天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 非常感谢任先生 已经超过一个半小时的演讲 我们从这个过程中间 我想我们可以收获到很多的知识点 以及思考点 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感动和感染 有句话说 人活到的极致就是热和力 从这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 我们想称任老师 给我们传达的这些理论和坚实的这种论据的一些支持之外 还有非常好的身体力行的这些案例 我们希望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跟随任老师在他的一个方向 我们能走在一个公益的道路上 每个人都能做出自己的一个贡献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一份热和力 那下面的时间是一个互动环节 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程序 在座的朋友 那首先请您做 很辛苦了 好 我给你拿 我们看到任老师这个穿着是一件非常朴素的牛仔裤 然后好像风尘朴朴的形象 是在阿拉善可能经常过去种树吧 那么咱们现场的朋友是一个提问环节吗 看看 我最先看到那位朋友 咱们工作人员的话筒 好 任总你好 我提三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买了您的自转野心永雅五年了 想活动结束 给签个名可以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任总既是企业家也是公知 我想问一下任总 就是理解公知和企业家的关系 第三个最近是小崔的事情 这是最热点的 想听听任总对这小崔所作所为的看法 谢谢 三个小问题 很感谢你买了我的书 如果有时间的话就给你签个名字 这个公知和企业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 企业家通常要做实体 公知不用做实体 大多数公知是通过理论研究去获得成果 他们把各种历史的案例 生活在一起 找到其中的规律 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张文英教授 周琴教授 秦辉教授 等等等等 很多人 他们没有做过实体 但是他们对企业家的理解程度 超越了我们 因为他们有很多社会知识 是我们不具备的 所以它公知的作用 实际上是对理论的探讨 和社会的影响力 我们不能说 所有的公知都是一个标准答案 包括今天我所讲的一些 我也不认为它一定是标准答案 在科技进步过程中 所有的东西都可能发生改变 但是公知是用它 不畏惧原有理论 而试图推翻原有理论的一种 探讨精神 提出创新论 比如说地球是圆的 它倒霉 比如说中心论 它要倒霉 所有的企业家 从苏格拉底开始 到后来的一系列 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 符合于现实科技的一些看法 现在证明都是对的 但当时的法律 或者是教会制度 是要把他们杀了 所以公知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风险 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公知都在承担这样的风险 但是如果没有他们 是不是科技能进步呢 进步不了 因此企业家和公知两者 一个是在实业领域中 一个是在精神领域中 都在努力地做创新和探索 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 但它的共性都在于 他们都会不断地创新和挑战 现有法律去做努力 这是这个很重要 你刚才说到陈永元 我们是朋友 我无论陈永元做的对和错 但至少一个人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 如果你认为是对的 你就要坚持下去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陈永元所有做的大多数事情 都是为了社会 而不是为了自己 当他为自己的时候 他会对社会 做出一些道歉的做法 比如说范明冰 他认为他的目标是刘振云 但范明冰因此而出现的问题呢 他要向范明冰道歉 我想说的是 我们希望一个人 做一个政治的人 你自己所有的努力 不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 而是为了整个社会 最终 一定会有社会的公益 公正的方法 会对陈永元做出一个评价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和 能够像陈永元一样 去面对各种压力 去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呢 不是 特别是他最近检举了一个 公安的贪污腐败问题 可能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得对别 至少陈永元是敢于得对别人 坚持自己真理的 从历史上看 所有的树里头 和重复的历史过程都可以看到 包括爱因斯坦等等 坚持自己心里 这个心中的真理的人 通常是最伟大的人 如果你不愿意 或者只能去服从于他人的意志的时候 通常你会是一个社会的失败者 谢谢 咱们第四排的那位先生 我看他举手最快 非常感谢任总 做这样精彩的演讲 我也非常有幸能够聆听您的讲话 而且就是能够跟您面对面的沟通 这倒不是完全是这个名人笑语 或者是我是您的这个粉丝 而是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主题 特别切重我们正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简要的说呢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创新一个模式 就是把公益征信和信用消费结合起来 就是通过在做一个信用一体化的创新服务平台 实现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切换转化和这个落地 具体说呢就是把这个日常的这个 我因为我是要跟任总做一个互动沟通 所以并不是完全是提问性质 我们具体就是说把这个日常的这个公益行为记录 这个数据形成这个信用消费信用信息 最后体现在这平台的这个购物兑现上 我们注意到呢 就是现在这个企业做公益 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趋势 比如说这个企业家呢 带头 然后员工积极响应 甚至出现了这个志愿家庭的这个出现 所以呢这块呢就是我们想 做法就是从这个企业的这个入手 然后这个现在呢正在这个完善当中 也得到了我们市里面一些有关部门的支持 比如说这个人民银行这个征信处的支持 还有中小企业局什么的支持 现在呢我们就是想 如果说能够得到这个任总的这个指导 我们就是非常荣幸 好 谢谢您的问题 说明你没有太关心工业 因为在我们的阿拉扇SE圣诞协会的这个工业栏目中 有无数个NU组组织在获得项目支持 大概我们在全国支持了490多家这种小型NU组织 如果你申报创立一家行动 或者说预讨同行行动的时候 你就在我们的项目组里头可以获得支持 这个是天生就有 已经很多年了 我们已经十几年了 你申报项目的时候 这些小的NU组织凡是和工业有关的 你进入之后也可能我们还给你钱 那么你恰恰是忘记或者说没有关注它 今天你听我说你才开始关注 如果你把这个网站都关注了 里头去清查的时候你会发现 包括你刚才说的人民银行的绿色金融问题 我们已经到了和很多个银行签署协议 并且和人民银行的绿色金融已经开展了各项活动的过程 不是你现在说的一个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 所以你更多关注这些网站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并不是仅仅是说阿拉善的SE做了 众缩缩 众小米 我们有十几项大型的公益活动 和四百多项对民间NU组织的支持 看来你关心的还不够 你要从这个网站上 你可以找到很多对你有利的信息 谢谢 现在互联网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公开的渠道 咱们大家多一些了解 第二排这位同学 任总你好 我就不站了 我来自中国房地产协会 目前也经营一家地产企业 但有限于今天 一些敏感性的话题 以及结合咱们今天的题目 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您认为作为一个房地产的企业家的 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 您认为作为一个房地产的企业家的精神是什么 房地产的企业家 那如何以社会公益 来进行有效地相结合 谢谢 社会公益不分你做什么 只要是企业家都是同样 在阿拉山SE最初的70多个会员中 有30多个是房地产 王石 潘石屹 张宝泉 陈俊 胡宝森 彭伦 这都是会员 我们最初最强大的力量是 地产商在做这个公益 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 房地产业是碳排放量占比最高的单一产业 所以我们现在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绿色产业供应链 是所有的开发商加入到力量之中 只采购那些具备环保条件的钢材 水泥 木材 玻璃等等 迫使这些企业一定要达到碳排放的目标 才能形成碳排放的减排 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 这个也是地产商填名啊 或者是很多地产商在挑头去组织和做这个事情 非常多 我们现在一千多名企业家的机构中 大概地产商的企业大概也超过了近几一百 所以不论什么样的企业家 只要你愿意做社会公益 你都可以去做 为什么地产商更重要的环保 是因为碳排放在整个地产行业里头 和建筑行业里头 算的比例是非常大 大概我们占到百分之八 如果我们能做到极能减排 对社会来说 极能减排就近了一大步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房子是达到绿色的标准 我们的采购生产环节都是达到绿色标准 所以我们才建立了绿色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特殊环节 所以要求你进入白名单的人才能采购产品 所以迫使很多钢厂 想起进这白名单的时候 你先得达到环保要求 所以我们已经用大量的企业 现实做了这件事情 而且在用联合采购的办法 各是生产者达到环保目标 你从网上也可以查到 房地产企业更多的责任 更多的担当 这个第三排我们同学 人总好 我要问一个问题 今天三月份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中美贸易战 那么我们知道10月5号的时候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的哈德逊之处 发表了一个40分钟的对话宣言 那么现在人们基本上把它理解为叫新冷战的开始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冷战走过来的 正在冷战时期 我们也看着环林墙的导标 真心地不希望这个世界重新回到那个铁幕的年代 我想问一下任总 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 一旦冷战形成的话 我们中国经济的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那么我想再问第二个问题 我们中国经济 为了掌握我们自己手里的 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底牌 就这两个问题 谢谢 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方法 我们从秦朝开始就开始修长城 长城是干什么 大家知道吗 长城是自我防御 是不是这么理解 但是修长城一定会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你抵御了外敌 让敌人侵略越来越困难 同时它也会伤害边境的人民进行境外贸易 这个不能自由交流了吗 境外贸易也会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 如果单纯讲关税 你说三月份是关税 关税是什么 关税是长城 你不来我这 我能收你的关税吗 只有你进我的长城 才涉及到关税 所以它一定不是进攻 是防御 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 如果我们所有的媒体 都把关税认为是一种进攻 恶意进攻的话 就是你自己先赞出错位了 如果你自己的认识都错了 你的战略能是对的吗 所以我们采取的是加大我们自己的长城 邓小平的改革是什么 改革不是改革两字 是改革开放 如果你把后两字弄没了 就不叫改革了 中国的改革是来自于把大门打开了 现在你非要把门关上 它怎么能对呢 所以对这个理解的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要先从 特朗普是自我防御 还是一定要进攻你 如果是自我进攻你的话 他为什么对别的国家也提高关税呢 不要以为他是对中国进攻 那其他国家怎么办 他只是防御 所以对所有国家都一样 于是别人就能谈得通 因为别人开放 中国没谈通 就是中国不肯把大门打开 那你怎么能行呢 那不就变成对立了吗 做企业家有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买卖不成仁义在 现在我们买卖不成仁义也不在 那你怎么能行呢 所以我不认为中美之间应该打磨一战 2015年美国出了一个研究报告 那时候还没有特朗普 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 非常强烈地提出来 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如果中国不改变邓小平的28个字 涛光养晦等等等等 4728个字 中美不会发生任何恶性的贸易战争和其他战争 但是如果你改变了邓小平这些 你非要不涛光养晦 你非要撑头了 你非要如何如何如何 那就对不起了 我绝不会让你这么干 因为别的国家也同样不会让你这么干 我觉得认识中美贸易战 我不懂贸易战 我也不懂其他东西 但起码的应该认识到的 就是关税是长城 是自我的大门防御的问题 不是一个进攻 只要你把关税问题认为是进攻问题 后头东西就开始发生变化 就变成恶性战争 是你挑起来的 因为你要把自己大门关上 而不是别人挑起来 别搞错 所以有的人能谈得成 有的人谈不成 差别就在于 愿意打开大门都能谈得成 不想打开大门都谈不成 所以长城一定是双重的 既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 又起到伤害自己的作用 别人是如此 你也如此 美国的关税一定会起到两重多重 抵御外敌同时伤害自己 中国提高关税同样 即使降低了关税 但是你没有彻底打开大门 也同样 受害的也是双重 我们的老百姓还在其中 因此而受害 何必要打呢 最后的结果不是中国把长城拆了吗 否则长城以外都不是中国的地方 你要那长城干嘛呀 能不能听懂是你们的事了 好 我们那位同学 任老师您好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于工艺而言 我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个慈善行为 他背后的企业家 对于背后的企业家而言 他最大的效用的点 就是在他在台上端起那张支票的时候 我特别想问 对于工艺而言 现有的这些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些团体 是否已经构成了另外的新的社会问题 然后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现行的这些致力于社会工艺的这些团体 他们的专业性是否有存在着一个标准 他们当期造成负面影响的时候 或者是他的这些行为已经是无效的时候 是否有一个惩戒机制 他的可持续性 可扩展性 有没有一种保证 我想听一听您在实践中的一些见解 谢谢 你提了一系列的问题 这里有个差别 到目前为止 阿拉善SE是唯一一个 在全国随行自我选举的企业 就是完全民主制的 无论从中心的组合到协会的组合 所有人都是竞选的 因此在这个组织中 所有的人都是不拿钱的人 你当了官是要倒霉的 你越被当选为会长 理事的时候你要付出更多的钱 因为没有人给你报销差旅费 你要到全国个体去参加各种活动 你要拿出更多的时间 如果你的时间不够的时候 就把你灭了 所以你要花更多的钱 更多事说 他就和我们说 举例子说红日子会不一样 举另外的例子 就有些基金会是靠名人 你来指定当什么什么什么官 适当地给你一些补贴 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他不是选举制 不是自愿而加入的一个结果 是选了五六个名人 你们来给我当理事吧 或者什么 有的也完全没有劳动报酬 但有的有 但是有没有劳动报酬 和他没关系 他没有要求你 必须参加这么多活动 因此在我们这个协会里头 公益组织说 由于这样一个制度差别 而造成结果就是 我们不会容忍任何的 违规行为 所以前一段时间 我们首先对圣像提出 开出汇集的指令 同时我们也敢承认自己的错误 就是圣像提出申诉以后 我们重新调查 监制会研究完了以后 又恢复了它的汇集 我们敢于传错 一般的企业不敢 就是因为它是 这个工艺组织不敢 因为它剩下有一个串联关系 就是我因为你才当了官 我因为你才有这个荣誉 或者因为你我才能得到钱 我们不是 恰恰相反 因此到目前为止 我们之所以每次评理 都能在前十名里头 不是因为我们规模最大 我们的融资能力没那么多 我们只有两个多亿的公益之一 但是我们的透明度和社会监督性 以及民主选举制度 已经出了三本书 为公益而共和 我们的秘书长写的是 这里不是你讲过 告诉你我们有大量的内部斗争 而且内部斗争 几乎所有的会议就天天吵架 敢于天天吵架的企业 或者说这个组织机构 恰恰是最健康的 比如说 王时当会长说 我当监事长 因为他的一些财务预算问题 我们就提出要弹劾他 要免除他 所以他在阿拉善公益机构 学到了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 学会妥协 就是在我们所有的 公开演讲里都有的 王时学会妥协 而历史上他是从来不妥协 只有在阿拉善这个公益机构里 他不得不妥协 不妥协就免了你 所以一个民主机制 而产生的公益机构 和其他的体制完全不同 因为爱而复出 这是统一到一起 或能走到一起的一个根本 我还是想问 就是在这里面的专业性 它是否存在着一个标准 你等我说完了你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专业 动用的社会科技机构 有35个院士 动物保护 养风专家 全都是世界一流的 他们都退了 但是他们院士身份还在 养风是全国最好的专家 保护猴子是全国最好的专家 白头叶猴 这80多岁的老教授 刚刚去世 也是最好的专家 35个院士组织的院士机构 起到的是我们企业家 所不能做的 这些专业技术支出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小米 南原龙平 北姓赵 一个是做汉 一个是做水的 袁龙平是做水稻的 他是做汉的 张家口农科院的专家 去帮我们预制了 30多种植物 最后选择的是 其中的一种节水效率 不是最好的效率 但是节水效率最高的效率 我们的目标是节水 如果没有这些专家支持 我们是做不到 所以大象的专家 老虎的专家 熊猫的专家 几乎都跟我们有 很多很多协议和合作 人熊猫的动物保护机构 这个研究中心 竹子种植的研究中心 都跟我们签了一个协议 我们不是没犯错 从04年开始成立 这个公益组织 我们让农民不再放牧 认为他们把草吃了 我们犯了错误 定居的结果是 并不能解决环保问题 我们曾经拿铁丝网围起来 然后把大量的沙漠绿化 也失败了 因为农民会把铁丝网搅断 把羊放进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公益活动 没有和当地农民的利益 结合起来 没有因为环保而让 当地农民致富 所以我现在讲了给你的 就是我们的经验 不是第一个兽人以鱼 而一定是第二个兽人以鱼 还要改变造成贫困的制度 因此我们现在种缩缩 是用底下可以嫁接 肉从农的办法 让农民致富 农民才愿意保护缩缩 否则他照样放羊 照样会把缩缩砍了 因为缩缩在当地来说 是烤羊肉最好的一种木材 所以烤全羊的时候 一定要缩缩木 用别的木头不行 烤的味道不好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再看缩缩了 因为缩缩的肉从容价值 让一个农户一年输入可以达到20几万 它比简单的我们的什么精准扶贫 烤羊肉高很多很多倍 原因就在于 一定要把环保和当地农民的生活利益 生命利益结合起来 让农民因为环保而受益 他才愿意主动去做环保 为什么我们用养风 在三江园的保护和长江低温的保护中 当地农民大量的云南种的是烟田 大家都说云南烟好抽 但是种云南烟的时候一定要撒化肥 一定要用农药 因为烟叶子上如果有虫子咬的叶的时候 它的收工价格就降低了 因为你切烟丝的时候它就断了 有洞就断了 烟丝就不够长了 那么它就用大量的化肥 就留在长江低温以后 转移到长江的所有区域 我们就让农民的烟田不种 不种的生活靠什么 养风 当它养风的时候 种草药的时候呢 就不能有化肥 不能有农药 所以政府发放的农业补贴的农药 化肥全都被割在仓库里 我们说你们卖了 用我们的风箱养风 养风的收入一定要高于烟田的收入 现在七万多亩烟田 我们已经毁了一万多亩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把这七万多亩烟田全毁 这样的话对农田的保护和社会保护作用就非常好 比如说猴子 大象 在当地我们从空中看云南是绿的 但去过云南的人很多都知道 云南的很多森林里头是没有鸟生和动物生的 为什么都是橡胶林 1955年国际对我们不开放的时候没有橡胶 所以周恩来总理保护云南说 你们得种橡胶 要不然我们没有轮胎用了 大量的孝敬林里有多少呢 660万亩 占它云南绿化的三分之一 橡胶林是有毒的 所以大象过不去 猴子也过不去 当橡胶林大量出现的时候 连生命都没有 鸟也没有 它必须早上4点钟以前去割胶 因为有毒 太阳一出来毒气就 所有就完蛋 所以现在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希望把 所有在云南的橡胶林都灭了 改种其他的植物 让动物可以恢复 得到保护 自然环境得到保护 起码得有鸟生 你们不知道中国现在的环境多恶劣 水资源的保护问题 土壤的保护问题 空气的保护问题 都面临巨大的问题 我们一再到全国各地呼吁 就是希望所有的企业家参与其中 加入我们的工艺组织来进行环境保护 否则你们子孙后代就完了 我们的口号就是凝聚血压 流着避雪蓝天 希望我们的死的时候 水比现在更晚 天比现在更蓝 水比现在更清 所以我们的企业家精神 导致大量的企业家 加入其中而参与到这种 看不见目标和结果的一种环境保护 但是如果你不做就更蓝 至少我们现在把风沙指出 2004年北京天津的风沙 一个冬天大概有60多天的沙尘暴 现在你们看还有多少 大概一年不超过三天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中了加上正古达 几百万亩的索索林 把沙漠隔离了 把沙漠固住 过去沙漠一年以40公里的速度向荷兰山挺进 现在基本上固住 不再走 你想想一年40公里的速度延近 很快就把荷兰山灭了 没多少距离了 但是我们把它制住 现在已经看不到沙漠继续蔓延的一个结果 而且三大沙漠之间的隔离性已经比原来好 你感觉不到 但是你能感觉到我们没有那么多沙尘暴 所以十几年的奋斗精神已经起到最后 谢谢任老师 我们从这些话还是能感到任大炮的威风和威力 还是很厉害 我们时间有限 最后一个问题好吗 那位戴帽子的同学 任老师的一些结论和认据 我感觉的保障发展能权 就是尊重第一生产力 我不知道他专门的这个观点 任老师 就是我通过您的认据和认点 我自己误取一个道理 我感觉人权就是第一生产力 您认可吗 我不能这样认可 人权有很多理解的方式 人权一定和财产权力和其他一些权力联合在一起 仅仅有人权的时候 过度讲究人权的时候 就会伤害他人的自由权力 所以自由一定是有限定性的条件 比如大家都说民主制度 可是你在美国的宪法和这个独立宣言里头 没有看到民主两个字 它是讲究三权分立 用三权分立去说共和战主导 三权分立是以共和为用 共和之后自然就会形成民主 所以盲目地去强调民主是人权站在第一位 但是自由的权力就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权力 尤其是人权是不能妨碍他人权力的一种人权和自由 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它变成逐步而产生生产力 你不能说在农工时代没有人权 他有人权为什么没有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呢 所以仅仅有人权不行 因为那时候很重要的时候就没有财产权力 所以人权和财产权力一定相对结合的时候才能产生 就是我讲话里的其中有的 有保护你创造财富的权力的时候 你才可能有自由 才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谢谢 好 任老师答疑解惑时间到此结束 请任先生也休息一下 对于下午 谢谢 非常感谢 我们在全场再感谢一下 谢谢